他是日本皇室近41年来的唯一男性 也可能是日本的未来天皇 他的出生可以说是救命稻草一般的存在 成长过程更是万众瞩目 还有人曾称呼他为日本第一神童 可随后却乌龙不断 不仅家俭乘除都算不利索 甚至有一次连亲爹都给认错了 一副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是天性使然还是在伴猪吃老虎 在未来又能否真的继承天皇之位呢 点个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人就是邱小公幽人亲王 日本天皇家族当之无愧的未来希望 在2006年以前 日本皇室已经有41年没有男性继承人出生了 日本全国上下都对此忧心不已 甚至有了修改法律让女性继承天皇的声音 对此文人亲王自然是不太愿意看到的 于是有着笑面虎称号的季子妃 不顾自己已经39岁的高龄 艰难怀孕想要放手一搏 只不过怀孕7个月的时候 由于严重的身体反应 不得已选择了抛妇产生下了小幽人 顿时日本上下举国欢庆 因为他是日本皇室家族近41年来唯一的一个男丁 东京的一些报社还发放了大量的免费报纸 为的就是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还有日本专家预计 因为小幽人的出生 至少给日本带来了1500亿日元的经济效果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出生代表着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的日本皇室 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虽然在日本皇室的历史中 并没有规定说继承人一定要是男性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喜欢有一个男性天皇 而且也有不少反皇势力 他们都想着有一天 日本皇室能够从这个世界消失 在幽人出生之前 如今的德仁天皇只有一个女儿 只不过在颜值继正义的今天 她好像并不讨喜 由于没能长成人们心目中的样子 又惨遭了国民的外貌羞辱 这位小公主在小小年纪就患上了抑郁症 于是小幽人的出生 自然就承载了无数岛国群众的希望 小时候的小幽人十分可爱 人气极高 引起了民间的大批欢呼 只不过随着幽人年龄的增长 她的颜值开始变得平凡 不仅继承了母亲继子妃那一双小眼睛 还有一个老气横秋的发型 显得有些呆板 慢慢的 人们好像在她身上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还给她贴上了一个不太聪明的标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就是长相问题了 这个幽人王子的长相确实算不上经验 甚至有时候呆呆的样子 再加上一些异于常人的举动 还会让人有种 这孩子好像不太聪明的感觉 这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她的母亲季子妃母平子贵 好不容易又生下了个儿子 那还不是好好地包装一下 一直以来 季子妃一直在努力地培养着自己的儿子 也会对她进行一定程度的辅佐 比如把她打造成一副天才的样子 日本皇室曾对外透露 幽人在小学时候的作文水平 已经比很多高中生都要好了 同时还具有超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还曾完成过一个三米高的 类似于红绿灯的仪器 随着这些消息的传出 幽人在皇室的地位那是直线上涨 大有一副日本皇室未来接班人的架势 可要是事情真是这样的话也就算了 关键是没多久就有人爆料 这位幽人王子并没有那么突出 甚至智力上还可能有点问题 根据其同学透露 幽人的考试基本都是别人替考 所谓的发明也是别人帮忙完成的 幽人王子本身连基本的材料都认不全 除此之外 王室还曾多次提及 小王子最喜欢的就是救人于水火的消防车 可事实却是 当他去博物馆探观消防车的时候 小幽人的目光根本就不在消防车上 而是从始至终一直盯着美女解说员 可以看出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操控者 目的无非是树立一个人设 然后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罢了 不仅如此 日本的这位幽人王子好像连父亲都能认错 在2014年的一场日本皇室公开活动中 工作人员把德仁天皇和文人亲王的照片放在一起 已经八岁的幽人却指着德仁天皇的照片叫爹 即便有人纠正 文人亲王才是他亲爹 但是依旧没能让这位小王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事实上 这位可是他的大伯 而且德仁虽然和他的父亲文人是亲兄弟 但二者的长相却是明显不太一样的 对此 日本皇室也是很快做出了解释 称 幽人王子年龄上小 有些童言无忌 要是这样大家还能勉强接受 谁会跟一个八岁的孩子过不去呢 可在随后的一次文化庆典中 幽人王子有机会当着国民的面 表演了一番算术题 可尴尬的是 这位日本第一神童 似乎连基本的加减乘除都算不利索 所算出的答案也是惨不忍睹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些极端分子看不下去了 2019年4月 一位56岁的反皇室男子 把自己伪装成一位维修管道的工人 然后混进了幽人王子所在的学校 在打听到了幽人的教室位置以后 就带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混了进去 袋子里面则是装着两把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幽人并没有在教室上课 而是在其他的教室 铺了个空的歹徒并没有放弃 而是找到了幽人的课桌 把刀具留下作为恐吓 然后就逃之夭夭了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立即就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 为了能够更周全的保护好这一毒苗 幽人王子所在的教室和活动范围内 都多了许多的监控摄像头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警方终于抓住了这个意图不轨的男子 此人名叫长谷川 在被抓时 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名 当被问到为何要恐吓王子的时候 他表示杀害天皇继承人 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人不适合当天皇 长谷川被抓的次年11月 日本皇室就举行了册封仪式 幽人的父亲文仁亲王 被册封为第一继承人 而幽人王子则是第二继承人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小男孩在未来将继任日本天皇的位置 至于他能够走到哪个位置 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从这以后 这位幽人王子就开始了暴躁模式 要是有人不如他的意的话 面临的就是这位王子的痛骂 而对此王室也有解释 幽人王子已经到了青春期 有些叛逆也算是正常的 话虽如此 可他的母亲季子妃也变了 从之前的温柔贤淑 变得难以伺候 时不时的就会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火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位幽人王子的心理上 应该也有一些问题 虽然他无意间躲过了上次的袭击 但也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心理负担 可能是从小说话有些奇怪 再加上自己的王子身份 同学们之间避免不了 有些奇奇怪怪的生意 大家还都下意识地孤立他 这都给他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做出其他出格的事情 如今的他已经16岁了 在各种合拍镜头都是当之无愧的C位 还穿上了昂贵的衣服 书包 母凭子贵的季子妃也是笑脸不断 因为不仅地位上有了质的提上 活动经费那也是大把大把的 他们的皇族活动经费 已经由原来的6700多万日元 一下子涨到了1.2亿多日元 作为对比的是 之前日本的长公主 只是买了一个2000多的包包 就被无数网友一顿臭骂 如今季子妃给优人买的 可都是上万的礼服 但却无人在对此发声 对比程度可见一万 从小到大 优人获得了祖父母和父母的全部宠爱 但是这些爱 似乎也成为了他的一种负担 出于安全的考虑其他的小朋友和同学很难接近优人的身边 所以这位未来天皇没有朋友也没有玩伴 毕竟他要是有点闪失的话 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不仅如此 据说优人从小就喜欢玩棋牌类游戏 可他只能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玩 要是赢的话还好说 要是输掉的话 他就会发脾气 乱扔东西并且哭泣 但是工作人员输也不能输得太明显 据说还有一次季子飞就因此大发雷霆 原因就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表演天赋太差 没能表现出一副势均力敌的架势 然后让优人给看了出来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大家并不会真的认为优人王子的智力有问题 尤其是在日本宫内厅的严防死守之下 没有人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 优人的种种表现 到底是表里如一 还是扮猪吃老虎 我们不得而知 况且如今的日本皇室已经大不如前了 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所以这个优人王子的智力水平到底如何 似乎也并不算多么重要了 对此各位觉得呢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的话请给回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